好 另外焦点还要再来关心 宏达店因为苹果侵权案 股价重挫到848元 这个数字可是来到 这个一个月来的新低点 而艺人陶金盈呢 他也是小股东 这个股价重挫他看法如何 来听稍早的访问 宏达店因为苹果侵权案的关系 今天股价重挫 许多这个散户呢都相当担心 而其实艺人陶金盈 他也是散户之一 他手套上也持有宏达店的股票 我们来听听稍早之前 他的说法如何 应该一阵一阵啊 我觉得我宏达店也没有拿那么多 我拿比较多的是玉龙 自己又 我看好玉龙会上百 所以其实投资嘛 那次去同康的婚礼 也有跟那个飞哥聊到 问他说宏达店 就飞哥居然跟我开始聊红海 所以其实我想还是问 飞哥比较准 因为他对投资比较有心得啦 那陶金盈是表示说呢 他手头上是持有宏达店的股票 但是其实呢非常的少 所以呢就算宏达店股票 比较重挫 其实他赔的也不多 而且其实他认为股价这种事情 是一阵一阵的 有高有低 那其实这一次赔了 下次也可能会赚回来 那另外呢 陶金盈也说 其实自己手头上的这个股票 其实宏达店非常的少 其他的公司呢 还比较多一点点 而且其实呢 他的主业也是在主持 主持节目这一块 那也还有经营一些 像网络的副业 那像投资这样子的事情呢 其实他也没有每天都在看盘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股票这种事情 其实就是他也没有放太多的这个心力在上面 那是有没有赚钱呢 那以后还是要把这些股票 都留给女儿来当作家装